新华两岸快乐视频 大家好 我是浩阳 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岛内有人借机喊出两岸经济脱钩 近日 台当局盯上了爱奇艺与淘宝台湾 民进党当局经济主管部门接连出台规定 封杀大陆流媒体及处罚阿里巴巴 以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选边 有媒体分析 民进党当局此举实质是在向围堵中国大陆的美国表态 将和美国紧密靠拢 加入美国印太战略和中国大陆进行脱钩 但经济规律不会因为政治操弄而转弯 数据告诉台湾 台湾离不开大陆市场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指出 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在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中国今年可能成为G20国家中唯一经济增长的国家 而美国将会衰退8% 欧洲衰退10% 日本衰退12%以上 相比之下 中国大陆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最强劲的火车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台湾应该庆幸与中国大陆经济往来密切 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增长带来的贸易顺差 让台湾能维持比较好的经济发展表现 据统计台湾企业赴大陆投资金额1月到8月同比增长49.5% 台湾对大陆香港的出口占总体出口成长来到43.2% 创历史新高 商机在哪企业就往哪走 过去四年蔡英文执政以来 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占台湾每年GDP15%以上 今年可能不会低于20% 这是来自大陆的贡献 但民进党当局却倒行逆施 为了搞去中国化 非要抛出重组供应链的议题 企图谋求两岸经济脱钩 这无疑是疯狂而危险的自杀行径 台湾前不久出台的数据显示 台湾对东盟的出口创四年半来最大减幅 也是近十年最惨 岛内舆论指出 这充分表明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 折挤沉沙 事实上 两岸脱钩只是民进党当局不切实际的妄想 并不能阻碍大陆台商未来的发展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表示 台湾若与大陆脱钩是没有出路的企图 是在做无用功 相比于现实的数据和专家的分析 更多的台商台企则是直接用脚投票 据海外网报道 2019年之前大陆批准上市的台资企业为30家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 中国证监会又批准了7家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 还有更多企业正在进行审理 这样的数据表明 台资企业正加速拥抱大陆资本市场 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 广阔的市场对台资企业充满吸引力 民进党当局所谓的两岸脱钩论只能是无稽之谈 新怀两岸快乐评 我是昊阳再会